我们就是说把这个集合框架的 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话 没给大家交代 那么我把这句话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大家看到我们前面写的这个案例呢 一般来讲就是Hashimap来 把Hashimap的这样一个对象语用啊 创建好了都交给Hashimap的 这个方法稍微有点死 为什么呢 就是稍微有点不灵活 为什么 大家看到 因为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我已然就提到过这个概念 我说 我说什么呀 我说这个 这有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这 我说ArrayList LinkedList Vector 还有这个站 Stack 像这样的一些 这个都是List的接口 List的这个结构 的集合类 所以说为了零合的话 你可以直接将这个 ArrayList 直接交给这个List的接口来用 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这个LinkedList 也可以交给List Vector也可以交给它 这样呢会稍微方便一点 这也是比较 就是灵活的一种用法 你比如说 大家看到 我在这地方之间用什么呀 用Map 这个接口来接收 大家看 我们要做这个改动 它也是可以的 那这么好处是什么呢 这么好处就是说 将来我这地方 用个HashiTable 它也可以一样接收了 这其实在 我们讲接口的时候 我们说过 我们以前在讲接口的时候 其实这又是一种多态的 一种具体体现 是吧 为什么 因为HashiMap 是实现了 这个Map 这个接口的 那这个HashiTable 也是实现这个Map 这个接口的 而像刚才讲的 像这个什么呀 像这个ArrayList LinkedList 它也是实现List 这个接口的 你可以从哪来查看呢 可以从这可以看到的 我随便找一个 你看 我们从这可以看到 HashiTable 从这可以看到 你看 它实现了什么接口 Map接口 你看 我们再看HashiTable HashiMap 你看 我们进去 你看它也是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这样呢 会更加方便一点 所以这样我们这个题呢 就 待会你看我这个布置的题 相对来说就 不是那么硬了 待会我布置的这个题呢 是这样子的 第六条这个作业 布这个题也不算太多 就是一个过三观 这样子呢 和原先那个排队列啊 不太一样 是这样子的 大胜准备带小猴去操练 然后队伍实在不成队伍 队伍实在不像样子 非常非常那个不满 写错了 非常不满 非常不满 唐生建议这个用杂袜里面的容器来 和接口来装小猴子 重新组织队伍 然后呢 设计一个程序啊 就是说呃 用利时的接口来容纳 十个猴子 就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 你利时的里面随便选一个都成 下面这个呢 用赛特来装载这个十只猴子 那个赛特我们又讲 你们自己去看看怎么用 对他们可以执行 查找和替换的功能 所以就说我可以查得到其中的一只猴子 或者是替换掉一只猴子 那第三关就是用MAP来装载十只猴子 对他们执行最快的查找和替换功能 但其实我已经讲过这个MAP有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就是他可以直接判断 你想办法用这个猴子的名字 或者是他的编号来作为他的K 来实现就可以了 这是这是一道题 第二道题是这样子的 做一个词点 这个词点呢 你不用说词库那么那么丰富了 只要你有些常用的 比如说你在里面装那个二十个就够了 然后呢 我输入这个英文 你可以把它中文的意思给我翻译过来 我输入一个中文 你可以把这个英文的意思给我翻过来 但是呢 不能用数据库 当然现在 李永乐老师 你这句话说不说无所谓 我本身就不会用数据库 用数据库反而我不会 这个这个以前因为这个那个本是先讲数据库的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大家就是先那个什么 思考一下看看怎么实现 我要求就是大家想速度越快越好 我们后面那个 可以来测测看谁的速度最快 就你要想一个最快的办法 能不能实现 这是一道题 后面呢 还有就是书上的四十九页 一二三四这个要做了 现在都可以做了 四十九页的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 这是今天的作业 今天讲完了 过后呢 还有一个范姓和异常 那个就留到明年讲 明年讲完了 明天的时候呢 可能就已经要讲这个东西了 各位同学 大家期待已久的 见面编程可能就要出来了 见面编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现在编程呢 我们到时会给大家 讲这个界面是什么回事啊 当然这里面又是一大堆试问组件了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会讲这个布局 会讲一些布局那方面的知识 然后呢 大家看我们以前带的学生 人家这个做完了 做的这个满汉楼管理系统 也说的非常漂亮的 你看这个界面多漂亮了 对吧 他完成的功能很多 而且还可以定 预定预定这个餐位 就是这个称 就比如说一个座位先预定了 等等等等 他都可以把它实现了 还可以做出这种统计表 但是人家这个做了很久 我们如果说只给我们两三天 三四天来做项目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 大家伙儿不定做得完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项目来做 这个项目的需求可以给大家 到现在我们分组啊 我想我们真正做项目的时候 分组呢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一组比较好 四个人呢 有时候会有一个依赖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编程的就是一个 后面我 我有时间带了一个学生 我说把某某学生调走 说调到另外一个组 其他三个组就不满意了 我们家就这一个能编程的 你不能把编程带走啊 所以说我们到时 两个人一组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说是自个儿想办法了 好 你看这是他的一套 简直一点这个 变成红颜色就预定了 这个这个系统 我曾经跟他讲过 这个已经开始在 在那个老北京杂加门用了 那些人现在是两千块钱一套 当然他卖的那套呢 已经把那个财务 还有那个像人事的一些管理系统 也融到这个项目里面去了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餐饮管理 就只能只能订餐或者是结账那样一个东西 如果到时我们能做出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我就我们就应该很满意了 很满意了 这个讲完了过后呢 到了第八天 我看看我们应该讲什么了 第八天 我们应该就开始讲这个坦克大战了 当然不要这么着急 因为我会看大家实际情况 咱们可以适当的那个调整啊 那个关于写这个界面 那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 我肯定是有速度控制的 有速度控制的 但是就言外之意就是说 大家伙儿肯定下面要要花点时间去导腾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讲课大家能听懂吗 我问一个 我问一个学的最不好的 文化语言你们听懂吗 听说不了 做题时间太短了是吧 好的这样子这样子 那明天咱们那个可以速度稍微慢一点 我们把那个讲的题啊 整个给他走一边 然后再接着往前面跑 好不好 这样子我们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课程呢 不是说韩老师想讲 想讲多少天就讲多少天 其实我可以让你们可以讲的 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容易 就像那个视频那样的 视频那样他讲的都是 相对来说他不是讲的很很深入 你知道 你们也听过那个 我们讲的相对就是可能广一点 大家一看到这个相对 就觉得东西多了是吧 如果只是做一些题的话 像些基本概念 大家会觉得应该很容易啊 可问题就是说人家找工作的时候 你要有手上有两三个项目 我觉得会更有说服力 你不能说我学了什么东西 上面一定会儿 做项目没有做过 学了好多东西 没有用 你学的东西我们都知道 你写个精通加碼也没有意义 到现在我们就看你这个项目怎么样 到现在你去应该讲项目多好啊 我项目是怎么这么做的 一堆分歧 项目一跑起来 那说服力多震撼了 对不对 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的经验也丰富了 到现在我们快要找工作的时候 再给他做上好几套题 来应付彼此 那就很舒服了 实际上呢 这个速度老师完全可以控制 比如说你们要是觉得速度有点快 我可以放慢一点 可以放慢一点 可以啊 可以没关系 比如现在做题的时间确实有点少 因为这个一旦一下课 大家只有晚上做题了 对吧 所以说我像明天啊 要不咱们就把以前的题都都给他走一遍 然后呢 到下时刻咱们再接着前进 不过明天内容咱们讲少一点 对吧 讲少一点 然后呢 讲也讲 讲少一点 然后呢 顺带让大家把作业再做一做 评讲作业 好吧 有什么这个建议 或者有什么这个想法 直接给那个胡班长说 班长然后再转给我 或者你直接给老师讲都可以啊 你不说话 老师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们不说不说话 我就说你们全部都懂 结果这个 我觉得你们全部都懂吧 我就会加快速度 你们又不懂 你们又不说话 我就觉得你们懂得更厉害了 所以我就更加加快速度 所以这就是要沟通 你们也可以跟班长说 反正我现在讲可能基本上可以做到 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 这点大家放心好了 好 待会儿呢 我们把这个 桌业给大家共享一些 那个桌业说一下 好 先退出来